您好 非本公司工作人员 禁止乘坐电梯 请您坐楼梯 大哥 你就行行好 通融一下吧 不行 这是公司规定 我也没办法 喂 喂 您好 您的外卖到了 可是保安大哥不让我坐电梯 您能下来取零套吗 我说你个死送烂卖的 让我自己下去拿 你长腿干嘛用的 我走楼梯吗 可是 可是您在三十五楼呀 我告诉你 我只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送不上来的话 我不光要给你岔屁 我还要投诉你 那好吧 小姑娘 等一下 你是要去三十五楼吗 是的 是的 我就是要去三十五楼 正好我也要去 我帮你送上去吧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这上面有名字和电话 谢谢您 不客气 你快去忙吧 您总好 我问你 为什么不让卫卖员乘坐咱们电梯 我之前让他们坐过 我觉得大家能帮我把睡吧 充满得不容易 可是后来 让王经理发现了 把我骂了一动 他扣了一切的工资 以后我就不敢了 好 我知道了 回头啊 我让财务把那一千块钱 转给你 谢谢李总 小白 李总 您找我 让王经理现在带来我办公室 好的 李总 李总 您找我 你的外卖五分钟没有迟到吧 李总 我的外卖怎么在您这儿啊 我问你 为什么不让外卖员乘坐电梯 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 这不是公司的规定吗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你居然还因为这个 扣了人家保安的工资 之前我怎么没听说扣过 是不是都进了你的口袋 李总 我 我 算了 把你的外卖拿走 顺便 再去人事办一下离职手续 李总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可以改 这些年 我也没想为公司做出贡献吧 你不能说开除就开除我吧 不想走也可以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从一楼爬到三十五楼 如果你做不到 就赶快去办离职手续 别浪费我时间 李总 为了一个臭送外卖的 至于吗 臭送外卖的 贤臭 你别让人家送啊 送外卖的怎么了 他们把饭送到了千家万户 他们是神圣的 他们是值得被尊重的 请你记住了 职业没有高低贵匠之分 只有人品才分三六九等 每一份职业 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获得收获的 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所以请你先学会做人 再出来做事 拿上你的外卖 给我走人 李总 我 出去 接下来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最求不到